哈囉大家好我是木木老師 邁入2024年新的一年 12生肖中的鼠牛虎兔 4個生肖的運勢 及解析跟介意 今天一次告訴你們喔 想看更多記得要先訂閱LOOKIN 開啟小鈴鐺還有CC字幕喔 那首先呢12生肖中的老鼠 如果你是屬老鼠的朋友啊 今年呢會有一種情緒起伏特別大 然後呢容易會做錯決定 或是呢尤其你是女生的話 要特別注意喔 容易會有傷害到另外一半 看另外一半不順眼的狀況 一定要特別注意在感情上面 跟另外一半的相處跟溝通 今年切記不要做出重大的決定 會影響到你後續很多的狀況喔 可以的話呢可以多行善助人 提升你這一整年的好運勢喔 再來生肖屬牛的朋友 在2024年呢工作的運勢呢 起伏會比較大喔 有可能會有想要轉職 或是呢把醞釀許久的一些機會 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所以呢在今年呢 我還是會建議低調的形式 對你來說才是更好的 那女生很容易會不小心 做出傷害另外一半的事情 要特別的小心 但是呢男生有機會 遇到不錯的異性 可以好好把握 那這一年呢可以尋求身邊的人的協助 不要太過執著在某些事情上面 那也可以配戴黑曜石化解不好的磁場跟氣場喔 在生肖屬老虎的朋友 在2024年呢很容易會覺得時間不夠用 或是不知道在瞎忙什麼 可以好好的運用時間的計畫 那你會覺得說身邊的人不但幫不上忙 甚至容易會有扯後腿的機會 要特別的小心跟注意 那這一年呢不要因為聽信小人而損財的機會 不要做合夥投資的狀況 那可以隨身配戴黑曜石去做一個畫煞 提升運勢的狀況喔 在生肖屬兔的朋友 2024年會覺得一直在花錢 開銷會非常的大 然後呢你會覺得就是計畫趕不上變化的狀況 也會特別的多 甚至有可能朋友的聚會也比較多 還有有可能會為了家裡面而花錢 所以要提前做足準備 那朋友的聚會多呢 你的花費也會比較多 時間也會比較不夠用 可是可以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跟舊友的朋友去做一個重新的聯繫 那可以藉由在2024年這一年呢 把家中的擺設去做一個重新的布局 可以改變一下磁場 那提升一下你的運勢喔 以上就是2024年12生肖 鼠牛虎兔的生肖運勢解析 那想看更多的命理資訊 記得訂閱Lookin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